说到航母,很多人都帮它看作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,因为航母的建造,对于技术方面有着很高的要求,并且在经费方面,也是一笔不小的开始。 但是,这里所说的经费,不单单是在航母的钱,像航母造好之后,后期的保养和维修,都是一笔很大的费用,像一些小国,单单是后期的费用,都承担不起,所以能够拥有航母的国家,在经济和军事领域,绝对都是为了世界前列。 但是,像目前拥有航母最多的美国,无疑是当今的头号世界强国,而现在在世界各国中,能够拥有航母的国家,趋直可数,而且能够自主研发航母的国家,那就更少了。 中国就是为数不多中的一个,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军事实力,在国际上显然是名列前茅的。 中国现在虽然可以自主引发航母,但是在早期,中国的航母之路,并不是一法封水,相反却经历了很多的挫折。 而要说为中国航母事业贡献最大的人,这里就不得不提议一位老兵,他就是徐增平,他曾被支持中国的航母事业,豪卷1.5亿,倾家当产。 大家都知道,中国的第一艘航母,是改建自保良格号,当时这艘航母在苏联只完成了80%,之后由于苏联的解体,就被停滞了。 后来保良格号航母,也是落到了乌克兰的手里,而以乌克兰当时的经济实力,自身都很难保全,更别提供养着这一艘吞金巨兽了,于是乌克兰决定将它卖,掉。 而当时中国迫切的需要航母研发技术,如果能将这艘航母买回来,无疑会对中国的航母事业起到很大的帮助。 于是中国也是多次与乌克兰进行商讨,表达了想要购买的意愿。 但是在此过程中,受到了很多方面的阻挠,就在这个时候,学增评战了出来。 他用自己公司竞标的方式,最终以2000万美元,买下了这艘航母,加上后期各方面的费用。 他总共为这艘航母,花费了高达1.5亿,也因此而负责累累。 可想而知,这样因为退伍老兵,此举为中国的航母事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,而先后来他又向清华大学捐赠了两个亿。 现在的徐增平,虽然生活的并不富有,但是在中国的军事和教育领域,他功不可没,他才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爱国商人。